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日 最近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又在鼓吹要攻打台湾 他说了,新疆的香港的极端分子都被中国政府解决了 接下来就要解决台湾的极端分子 威胁要跟台湾军事摊牌 有一个网友就问他了,如果解放台湾,你和你的家人会上战场吗? 胡锡进就很大意令人的回答说,我肯定要上啊,我是老兵,遭避回 胡锡进之所以自称老兵是因为他毕业于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 那是一所军校,所以他就以军人自居 胡锡进以前还喜欢吹析自己 曾经11年从军上战场 实际上他是以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记者的身份 曾经去过兰斯拉夫,去过伊拉克当战地记者 当战地记者当然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呢,你跟普通的士兵比,那简直是不值一提了 所以即使说中国大陆要打台湾,把胡锡进招回去了 那也是让他当战地记者 而且胡锡进现在已经61岁了,年纪这么大了 真的让他当战地记者的话,也不可能说真的让他就上战场的 毕竟呢,中国还是有很多年轻的记者可以使用的,对不对 那所以呢,胡锡进才敢这么大意令然的保证 说他肯定要上战场,那是因为他知道是不会真的让他上战场的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胡锡进回避了他的家人要不要上战场的问题 因为那个网友除了问他上不上战场,还问了他的家人上不上战场 那这个网友说的家人,当然按一般的理解,指的是胡锡进的子女了 那胡锡进究竟有没有子女,多少个子女,四男四女,其实都还挺有诚意的 网上有传言说胡锡进有一个儿子,在加拿大留学 那胡锡进是否认的,他说他只有一个女儿 那胡锡进不久,前不久呢,还被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实名举报 他有两个私生子,但是呢,中央纪委呢,说这个举报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胡锡进有没有私生子,有没有儿子 就算他只有一个女儿,那现在男女都一样,你也可以当女兵上战场 对不对,那所以胡锡进可能也知道这一点 那就回避的这个问题,不敢保证说他的家人就一定要上战场 只敢保证自己会去上战场 那因为他的子女还比较年轻的话,真上战场 那就是去当炮灰去了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接下来还反击这个网友说 说同时呢,还要抓你当壮丁,把你编入突击队 去上岛炸碉堡 而炸碉堡,如果你敢临阵逃脱,我在后面就一枪毙了你 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都不知道抓壮丁是什么意思了 那个是七八十年以前,民国时期的一个特殊的产物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呢,严重的缺缘 那老百姓呢,也不愿意参军去替国民党卖命 所以呢,他们就只好抓人来当兵,逼着他们当兵 那壮丁在理论上应该指的是青壮年 但实际上呢,在抓壮丁的时候 是把未成年人,把老人也都硬抓过来当兵的 那所以这个呢,就很不得人心 这也是后来国民党政府会在大陆垮台的一个因素 那你现在胡锡进既然呢,觉得打台湾也要抓壮丁 那他的意思是不是,打台湾其实呢,也是很不得人心的一件事 而是没有足够的自愿者愿意当兵来打台湾的 所以呢,要恢复七八十年前的这种抓壮丁的制度了 就把这个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都当成了以前的国民党军队了 需要靠抓壮丁了 而且呢,胡锡进还认为说不仅要抓壮丁 而且呢,还要逼人去当突击队,炸碉堡,或者呢,当所谓的赶死队 后面呢,还有独战队,要监督这些人 敢退缩了,就一枪毙丁 这个呢,也是传说中以前国民党军队是这么干的 但是据胡锡进透露,其实呢,解放军也这么干 胡锡进在2014年的时候,曾经发过一条微博 里面就透露说,说在1979年中越战争的时候 也就是中国去打越南的时候 当时呢,也把一些士兵编成了赶死队 然后呢,为了怕这些人逃跑 还要派人呢,把他们给看管起来 当时解放军日报呢,还驳斥胡锡进是造谣的 但是呢,胡锡进显然不认为自己是造谣 而且觉得以后打台湾的话,也是会这么干的 其实,从挖壮丁也好 从什么逼人当赶死队,不当就一枪逼人也好 这种呢,都是以前大陆拍的这种国共内战的战争片子里头 经常出现的,所以从这事呢,也可以看出来 那其实胡锡进对战争的看法呢 还基本上都是从他小时候看电影得来的印象 虽然说他自催当过战地记者,上过战场 那其实对战争的认识还是来自于他小时候看的那些战争片 那些电影,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就是,他说要叫人上岛去炸碉堡 这种炸碉堡,其实也是以前的 大陆拍的这些战争片,国共内战的战争片里头 经常出现的这么一个镜头 你在现代战争里头 谁还会说逼着人,用人去炸碉堡呢? 现在都有这种专地的炸弹的 一炸整个碉堡就都没了 还用着派人说去炸碉堡 根本就用不着了 就说明胡锡进根本就对现代战争缺乏这种常识 去老是鼓吹,要去打仗,要去打台湾 所以呢,也说明他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过过嘴 说起炸碉堡 当然最著名的炸碉堡的人物就是董存瑞 革命烈士 那因为他是著名的革命烈士 现在呢,是已经有一个新的法律 叫什么侵害革命烈,英雄烈士民意罪 就不能去平了 不能去说这些烈士的坏话了 甚至你不能拿这些烈士来打比方了 最近就有一件事,北京的一个编辑 因为发了一条微博讽刺那些要抵克耐克 抵克阿迪达斯人是想要当董存瑞 那结果呢,就被北京的警方呢 说是涉嫌侵害英雄烈士民意罪 把这个编辑给抓了 但是呢,有一个大五毛 孤渊慕禅 他的真名呢,是广东会东线总工会的舒畅 真名叫舒畅 这个人呢,以前也发过微博 也是把印度人比喻成是董存瑞 那这个是用贬低的那种说法的 因为他把印度人灭称为阿三 这是一种种族歧视的说法 然后说这些阿三呢,想要当董存瑞 所以你如果按照北京警方做那个编辑的 那这个标准,你这个孤渊慕禅 舒畅 他也是侵害了董存瑞的民意 应该抓起来,对不对 但是没有 他过得好好的 继续在网上当他的大五毛 所以我不知道,胡锡进去逼人去炸碉堡 赶不去就一枪逼了你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在暗示董存瑞当时去炸碉堡 其实也是被逼的 如果他赶不去炸的话 也会有独战队一枪把他给逼了 如果胡锡进真的是怎么想的话 不要怕,说会侵害了革命烈士的民意 还是大胆的说出来 对他说呢 说了公安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连那种孤渊慕禅 一个普通的一个大五毛 公安都不敢动他 更不要说胡锡进 这种有一定的身份的厅级干部了 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